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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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小橘子 你是在找什麼啊 小Q博士 你有看到我的小鸚鵡啾啾嗎 鸚鵡 沒有 你的啾啾在這裡啦 啾啾 小橘子啊 你這個啾啾一直在我耳邊這樣 沒有辦法做事耶 你還哇 小Q博士 哇 有信啦 哈囉 我是江苡潔 香Q博士 為什麼早上公雞都會咕咕咕咕的叫 咕咕咕 好可愛喔 這個問題就讓香Q博士來回答你喔 回答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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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啾 不可以這樣子 公雞聽小鳥叫太陽出來聊 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 nosotros 每天早上蹊蹺的樣子 真的是太帥了 咕咕 咕咕 咕咕咕 哇 咕咕 咕咕麥克雞 你真的很奇怪耶 一大早在那邊 咕咕咕 我在睡覺 都被你吵得 嚇出蛋殼了啦 嘩嘩 這也是沒辦法的啊 Q 它是剛睡醒 伸染腰 或是呼叫同伴起床 是這樣喔 沒錯 其實還有其他的說法 公雞會提叫 是跟生理時鐘有關係 意思是說 在雞的身體裡面 有一種會自己計算時間的能力 跟我們人類一樣 會在差不多的時間 想要吃飯 想要睡覺喔 是喔 可是 為什麼每次都是咕咕麥克雞 搶先叫 我都來不及第一個叫 對耶 那母雞不能先叫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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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雞都會叫 只是聲音不一樣而已 在雞巡之中 第一個提叫的 就是最厲害的雞 左 左 接下來是第二名的香香美女雞 是我嗎 能得到第二名 我真的是太感動了 最後要歡迎的是 我知道 是我啦 比較我還只是個 蛋蛋小土雞 雞雞雞雞雞 看來小朋友跟你們一樣 都很了解囉 哇 恭喜你 咕咕麥克雞 那你想要跟我一樣厲害嗎 想 大家跟著我一起 動刺動刺 預備 開始 咕咕麥克雞 小小美女雞 蛋蛋小土雞 咕咕... 咕咕... 咕雞... 咕咕... 咕咕咕 快... 小橘子 不要這樣稱讚博士 回答問題 很簡單的啦 博士 是啾啾啦 香Q帥 香Q棒 香Q我最愛 你這個啾啾很懂事耶 你也很棒 常常來香Q博士這個辦公室找我玩喔 好啊 香Q帥 香Q棒 香Q我最愛 好乖好乖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